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出现了一个指纹的小反弹 反弹幅度还不大 肺半中场上涨的幅度是来到大概2.5% 那NASA小小涨 道琼小跌 S&P500几乎是平盘 但这四大指数 除了肺半指数 在昨天没有跌破前一天的低点 那其他两个 其他三个指数 巴尔纳斯达是又摸了一个新低 当然这幅度并不大 就一点点 然后就拉了一个下引线上去 然后道琼走势雷同 也创了新低 也有了下引线 但可惜是收盘人价位 仍然是创下这一波 收盘的一个新的低点 所以严格说起来 这并不算是一个明确的反弹跟转折的讯陶并没有 S&P500也是也创了一个新低 也留了一个下引线 收盘没有创新低 但仍然都是收黑K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美股仍然是在一个加速赶底过后 跌势趋缓 但没有明确反弹的一个迹象 仍然在一个盘整的过程 修正看起来还没有明确的结束 台股昨天 我记得开盘应该是先跌317点 中场收盘小涨十几点 从最低拉到收盘 大概拉了300多点 所以严格说起来就是说 前一天美股跌了5% 昨天台股开低震荡收小红 所以昨天已经领先反弹 那就当天的晚上 美股股市没有什么太强力的表现 所以今天台股的获利回赌卖要就出来 所以找盘一度先跌108点 把昨天从低点拉上去的部分 吐了1 3回去 但还好买盘是非常强 大概12点过后 那一度的翻红演出 中场稍微压回小涨55点 收1606点 大致就收116之上 那我给这个行情的定义是 它仍然在反复的寻求底部的过程 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支撑 它所谓的V型反转的条件出现 但是昨天15734点 带长下引线的红K棒 它就短线的转折效果是存在的 所以可能近几天 如果说美股不要出现一个非常 大幅度的破底跟走跌的话 那台股应该有机会以这个低点 为近期的修正的满足点 在这边来回震荡 反复打底 等待 主要是在等待美股比较强力的反弹 等待美股比较强力的反弹 那美股其实往好处看 肺半在昨天 它涨得最多 那也因为它前面跌得最惨 所以本来就是这样子 股市就是先跌的跌最惨的 先打到满足点的 不然会先反弹 我想过去的利益经验都是如此 然后美国其实昨天的公债殖利率 有稍微压下来 代表市场对于就是说 因为升息造成短期利率的一个快速走升 的那种恐慌跟预期心理有稍微降低一点 那利率降低 对于高本音笔的科技股 本来就是比较利多 所以跌最深的肺半先涨起来 那台湾相关的比如说 IC设计IC股IC设计IP股 未来就有机会跟着美股 做低波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如果台股要反弹 它会以跌深的电子股为主 那其中IPIC设计会是领着这次反弹的主要的指标股 所以就是往这边就布局 我相信就不会错 那以经济课来说上礼拜三 公布运收 利益轰不跌 尾盘反而收高 3.3%收327 然后就开始一路往上 那礼拜四涨8.2%来到354 礼拜五呢 不知道多少年以来 重新开放信用交易 那量增的大概三四倍 涨停满拉到382 那礼拜一呢高点381 那昨天高点369 那今天涨到高点378 那股价就是持续的电高 那尾盘可惜稍微压下来 那小跌9.5 收359.5 那尾盘有一笔209张的量 那maybe也是一个当充量 因为近期我看就是说 晚上你看当天的一个什么 现股的当充的量 在成交比大概就超过五成以上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每天当充都很多 那我也觉得很好玩 就是说常常当充都是往下在砍股票 他如果做了都会亏钱 又何必当充 不要把一个长期能赚大钱股票 拿来做短线极短线的操作 然后反而常常亏钱 我觉得那是不是聪明的事情 但每天当充就这么多 所以尾盘这个大概又是当充卖压 那今天是过去 1234567连期红之后 唯一的一根小黑K棒 那其实早上本来还是红K 是连续八根红棒 那可惜尾盘没有守住 收了连期红之后的一个小黑K 但仍然是一个持续电高的走势 在近期大盘是这样子破底 昨天还破最低 而且电子指数昨天也破低点 那上柜的电子指数昨天没有破低 但是也打到近两三个礼拜的最低点 相对同时间 经济科是一路往上 所以它再度的成为 你说是IP股最强 或者是整个IP设计股 它也都是最强势的股票 所以它那个逆次的标股的那一个 那个味道它又回来了 以前都是如此 以前都是只要听说后面有利多 股价早三个月就已经标一倍 所以那种逆次大涨的标股的味道 又回来了 所以第一档年期红 超越了615块高点 前面曾经留6红 所以我们往回看 前面有连续超过5根红棒的 这个机会并不大 那真要回溯的话 是在615块那个时候 这里有1234567 抱歉 这边也是连续红 这个连续红的走势 就酝酿出一个615块的 历史的天价 但那时候其实创新天价之后 我认为原本就应该在高档盘 因为本来股价就非常强势 那时候是刚好遇到说 世新遇到了飞腾的事件 被中国列入实体清单 他就不能出货 所以世新那时候股价从1000块打下去 结果根本就跟经济科无关的事情 把它也一路打到162块 那时候是一路的跌 天天爆跌天天跌停板 所以才会造成615的高点 到现在都还没有过 但是回头看就说615的天价之前 曾经出现一个连续七根的红棒 这代表是说 那是一个连续的买盘 持续的吃货 它才会推升股价到一个历史的最高点 现在不同的是 当初的连续红是在一个相对的高档 推升出了历史的最高 不幸遇到利空一路打下来 但今天的这边连续红 而且上个月还有一个连续红 他是在一个历史的 不要说历史的低档 是在一个相对的低档去 所以高档跟低档 出现连续性吃货的一个状况 我相信后面的空间 自然是大不相同 而且5月份我说营收是可以期待 因为4月份应该有公控IC 就开始投入量产 预计6月份要交货 所以合理上来说 我们不敢说绝对 合理上来说5月份应该会收到全力进 所以5月份营收是可以期待 然后5月份行线电脑的ABF跟BT版本的 其实都已经完成测试 都已经交给封装厂做封装 今天都已经5月的11号 我认为可能封装搞不好已经封装完毕 后面就准备要出货 这种叫做工程品给客户 所以这个出货部分也有营收 当然量不大 但它还是贡献营收 所以5月份营收是可以期待的 重点是这个工程品出货出去之后 表示有进度 客户再一个Final Test没有问题的话 后面基本上就准备要再付钱 就付全力进行尾款 然后后面也是要准备要投入量产 所以6月份营收应该会更强 因为工化IC的部分6月份要交货 如果说全力进5月收的6月会继续收 6月份如果说再收另一笔的话 6月份营收估计就是一个营接创新高的第一个月 那这个是一个营收爆发点的第一个月 后面随着行政电脑也陆续要跟着量产 营收就会一路就滚上去 而且重点是这个都是你已知的 计知的过去这一两年持续在谈在进行 然后tap out 然后完成最后的测试 然后市场量产 这都是旧产品 后面路下有新产品在谈 而且根据我的了解 现在新的产品 那个越谈是越高级 12奈米10奈米 现在已经谈到7奈米 那未来要往5奈米去做迈进 而且这种全力进行是基本上 它那是倍数在跳 那根据我的侧品了解 那新的案子 是高尖市场是新的案子 那里面可能包含有车展IC 那过去的像行政电脑旧的案子 可能一个一整个弹下来全力金 总收入可能是比如说五六亿的台币 但是新的案子是一亿美金 一亿美金的规模 所以这可能是五六倍的 这个全力金的规模 那如果说三个月之内有机会 可以谈下第一个阶段的话 那路障那是超补 所以后面一堆利多陆续都要爆出来 所以为什么可以在低档出现一个连续的气功红棒 其实这都是有道理的 我就说以前市场好的时候 当市场开始听说 某某设计公司 某某IP公司 在未来几个月 投片可能增加个两成三成或者五成 大概股价早 大概三个月四个月 股价就先标一大波去 设计股都是如此 都是在看未来投片量的增加 那金银科 后面都要量产 一切都见在弦上 所以股价如果不是市场真的太差 现在都市场那么差都已经逆市上来了 如果等市场真的转好 比如说美股真的三天可以给你跌10% 昨天稍微给你涨个2%多上来 未来如果说有一天涨个7%8%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一旦真的开始 科技股开始带着做反弹的时候 在低档如此强势的股票 后面我认为股价大涨绝对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金银科 短线稍微拉回一下 这是给你买的 持续盖牌 慢慢加码 我们就等待股价 真正的喷出双高的大行情 这是金银科的部分 然后这几天持续布局的V转IC设计股 亚信 昨天盘总涨5.5% 尾盘不止 然后涨更高 然后今天 找盘最高再涨6.6% 来到169.5 我盘上看了一下 两天最多涨幅高达15% 就真的就是类似V转的一个走势 就是V转的IC设计股 因为这五个月的时间 它从299块半 约当是300块钱 一路杀到上个月最低点是137块 所以它已经杀到超过腰斩 从300跌到137 整整跌幅高达54% 等于是100块的股价 跌到剩下46块 这是有够惨的惨 最近设计股IP股 很多都是如此 很多都是如此 4月份其实原本预期就会创新高 但是因为大陆挺供因素 递延到5月份 5月份营收应该就会进入到一个新高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创新高的一个周期 因为4月份其实本来 据我们所了解的营收应该就是新高 结果大陆的通路商 可能也因为上海那边封城 很多东西可能都卡住 所以可能出货或者货款的一个地缘 4月份营收就呈现一个持平 这部分5月份会补上去 估计就是一个新高表现 而且这是联发哥入主之后 挤注资源 挤注订单 挤注客户 前面营收其实 已经有一轮成长 原本营收只有六七千万八千万 到去年第四季已经翻倍到1.5亿 回档整理了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 原本4月份应该会创新高 第1到5月份之后 就会整个冲上去 因为今年看起来网通的相关的需求 非常的强劲 物联网的需求 IC也非常的强劲 所以这整个客户的拉货非常的积极 所以五六月份之后 它会进入一个创新高的一个新的循环 所以当业绩要创新高 但股价却是打到比腰斩 还要更惨 联发哥入主之后 迎来全新一轮的成长 才正式要启动 股价又已经在绝对低档 如果升息的因素反映到最末最末端 美国科技股跟台湾的IC相关的股票 开始进入一轮反弹的行情 市场基金回头会买的 一定是买超跌 但是业绩被严重低估的措杀股 亚新就是 亚新就是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所谓的 V转的IC设计股 连续两天大涨15% 代表我们眼光是正确的 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回头来还是我说的 就是说坚持是买金银股 我们买的都是数字最棒的金银股 只要有确实看到说营收往上 或者单月份的获利 或者是毛利率 报价 很明确的开始 一直一直往上爬的话 股价都是会打涨的 都会打涨的 所以今天盘中我们再买一档全新的标股 是网通金银股6XXX 盘中买的时候都只有小涨大概一两% 结果就在我出门录影 开车到电视台的过程 就看到他尾巴汉地拔从直奔涨金板 光今天买的 就赚了接近大概8% 就现买现赚涨金板 这个就是我说的 订单满载 客户在满载的订单之下 产能有限 资源有限 全力加班 并且可以挑客户选择利润高的产品 先来做出货 所以订单满载 优先出货 利润高的订单 而且客户也都愿意加价 来抢出货 所以 10月份营收创历史 没有历史新高 创的是一年多的新高 因为利润越出越高 所以我们估计单月的获利 超过8毛钱 今年要赚大概7到8块钱 但股价只有多少 60几块 所以单月赚8毛 要赚7到8块股票 股价只有60几块 往中股 我们不要说到20倍 15倍本一比是很基础的 所以赚7到8块 其实也应该要三位数字 所以股价只有60几块钱 所以 为什么一买可以拉长平板 今天的盘是非常的沉闷 但是可以今天买进尾盘拉长平 当天一买就大赚长平板 这是强中之强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数字最棒的金平股 所以 我还是强调的就是 我们坚持只买金平股 我选的股票都有最好的毛利率走势 赢予率数字 最强的EPS 或者将迎来最强的成长性 或者在一个产业里面有一个相对高的市占率 当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过程 盘式差都能逆势大涨涨停 如果盘式好的时候 所以不要斗机会大喷特喷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加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你可以搜索STARMASTER 或者是扫荧幕前的QR Code 加入之后 在我的官方账号里面留言正义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五月份一档 最新的苦年全新标股 等会我们再聊加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认为整个市场 因为升息引发所谓的资金面的利空 那导致很多股票电子股的拉回 应该已经进入到最后最后最后 修正的一个阶段 随时有可能会迎来一波 比较详细的反弹 那当未来市场资金回流 开始去回头买股票的时候 它一定是选数字最好的股票 就我说的金平股 比如说俊极就是 上周三涨8.9% 22.6 礼拜四涨76% 23.9 礼拜好稍微整理一下 礼拜又来到24块 礼拜二高涨23.85 那今天高档23.3 算说大盘走跌 但尾盘小跌5毛5 收22.85 基本上就是维持一个高档的 强势的横盘整理 离前面高点非常接近 要过随时都可以过 那因为第一季就赚了0.8 而且预计配0.5加 0.5现金加股票股利 所以这个只要填全息的话 那报酬率空间不错 真的配得还不错 而且营收一路的会走高到7到8月 那预计在7月份应该就会来到一个新高的阶段 那之后就维持在新高的一个水准 今年估计要赚3块半 所以现在股价是23块 真的相当便宜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有数字做支撑 市场差 那你忍耐一下 我认为这个数字对股价支撑都会非常强劲 那一旦市场好的话 他就会非常快速的去创新高 那吹用股的部分光洁今天涨3.3% 那4月份说小小衰退14.4% 我认为5月份就会好 因为大会停工正在改善当中 那今天华福就比较意外的出现点停板 因为他现金增值暂定27块 那27块是暂定而已 那这个未来真的要现金的时候 会就当时股价来做调整 那我估计如果股价高一点 那现金的增值价格不会那么低 所以价差不会那么大 所以今天拉回只是看到 可能这个价差比较大股价就拉回 其实大家真的过滤了 因为要现金是因为产能不够 为什么产能不够 因为除了特斯拉的订单 已经把产能都吃完之外 目前又接到欧洲的最大的车厂的新的订单 所以现金增值是为了要有更多的产能 这是利多而不是利空 而且这个27块定价值是暂时的 所以这个打回来 其实基本上它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买点 然后今天最新买进的全新标股 网终金品股6XX一买就涨停板 所以如果说想要知道最新的金品标股 欢迎来加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老鼠Starmester 或者扫描一幕前的QR Code加入之后 只要在我的官方账号留言正义 加利用电话就可以得到 最新一档虎年全新标股 网统金品标股 六字头上看商务数字 希望大家稍微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恢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自负投资人应独立则 有比讯 Brown